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哈 今天这一集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哈 呃 马斯克呢 和特朗普呢 到底能够蜜月期蜜月多久 因为现在呢 普遍言为呢 马斯克是吕布韦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吕布韦呢 和艺人虽然是保持了友好的关系 但是因为艺人呢 三年就 翘辫子了 是吧 所以问题是 你支持特朗普的时候呢 特朗普爱你 但特朗普当了总统之后呢 他就要顾别人的利益了 这个时候特朗普呢 可能会你对你的刀斧相向啊 呃 他们两个人还能是真正的蜜月期吗 那咱们要看 是吧 为什么我要敢说这个话呢 因为特朗普宣布了啊 准备再次退出巴黎汽油协定啊 那么退出巴黎汽油协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开这个油气啊 呃 开油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油价 因为油价降下来了 对吧 那么美国的通胀才能降下来 如果油价打下来了 通胀下来了 那他的油气才好玩 但是你想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油价降下来了 特斯拉是干什么的 对吧 他是搞电动车的啊 那么特斯拉也就完了 是吧 因为在美国的话呢 你 你要知道在美国的话呢 实际上电车的价格并不像中国的优势那么大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电应该是比中国的贵 是吧 所以你充电的话比中国贵啊 那大家之所以喜欢特斯拉呢 一个是特斯拉本身是一个电车的标杆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油价如果暴涨了之后的话 那肯定是电车是有优势的啊 那么如果挖了油 是吧 开始卖油 是吧 开始卖气啊 那么油气价格便宜了 对吧 特斯拉的价格也就便宜了啊 所以呢 这预示是什么呢 预示着马斯克呢 是吧 他未来的生意 是吧 是相悖的啊 但我知道呢 这东西也无所谓 因为我说过 马斯克接下来的不是汽车了 如果你还认为是汽车的话是不对的啊 马斯克将来的目标是什么 是机器人啊 但是他是机器人的话也没用 机器人将来只能跟中国玩 因为你想生产大量的机器人的话呢 就需要廉价的制造 因为 马斯克说的是到2040年的话呢 他要造 他要造的机器人比人多 那比人多呢 就是80亿个机器人 这肯定是吹牛了 是吧 不可能的事 但是就算他不吹牛的话 他想要造机器人的话 那么机器人也需要大量去造 那么机器人想造的话呢 这里边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是大量的优质的生产力 对吧 谁能帮你造这么多机器人 这是第一点啊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更关键的话是电池 电池技术在谁手里 是吧 固带电池的话呢 一定在中国手里 你想发展电池 你想运转电池这个游戏 你必须要大量的样本 对吧 所以这些大量的样本 大量的玩法 谁那才能玩 只有在中国能玩 因为中国要拼命的发展电动车 发展电动车的话呢 就要发展电池 发展的电池 电池技术也会在中国这块发展 那么你机器人想要优质的电池 你就离不开中国 所以发电离不开中国 是吧 这个用电离不开中国 对吧 研发培养这些环境都离不开中国 那尼马斯克就不能离开中国 但是问题在于呢 现在你也看见了 今天说是蓬佩奥 明天说是这个 明天后边说是那个 是吧 鲁比奥 对吧 那些极端的要跟中国死磕的这些人 他们上不上来 他们上来了 他们一定要搞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对吧 那这些关系的话到底怎么说 对吧 这些游戏的玩法到底怎么说 对吧 那这些关系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到底跟中国好不好 那跟中国好的话呢 这个肯定不行 是吧 跟中国不好的话呢 这个肯定也不行 那不能说是所有东西都跟中国不好吧 单独为你特朗普 哦 不 为你这个马斯克单独开一扇吧 对不对 而且呢 你是你的好兄弟 怎么可能让你去做效率委员会呢 效率委员会是要怎么样的 是要查超的 是要这个玩人的 对吧 是要这个得罪无数的人的 你得罪了无数的人 别人能放得过你吗 所以马斯克的话 如果他还想要有未来的话呢 他就不能得罪人 但是问题是特朗普让他去得罪人 当然你说了 他就想出于得罪人去 他想出于得罪人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对吧 这个玩真的呢 不好说 玩假呢 不好说 但不管真假的话呢 那么机器人这个是他最关键的一环 对吧 那我问一个问题 机器人的这一环 对吧 他这个游戏他怎么玩 对不对 机器人的这一环 如果他想玩 如果他想做这个机器人 他就不能跟中国搞不好关系 对吧 如果他跟中国搞不好关系的话呢 这游戏就玩不了 对吧 如果他跟中国搞好关系的话呢 那说白了他怎么玩 是吧 横竖都说白了都玩不了 对不对 那这个游戏的话你们怎么看 所以你别看他现在啊 跟马斯克之间是相亲相爱 等马斯克需要生产电动车 需要生产电池 需要机器人 需要机器人的电池的时候 他就绝对绕不开 然后呢 那帮呢 跟中国要喊打喊杀 他又要打官员战吗 要打官员战的话呢 就得要喊打喊杀 那么一旦那些喊打喊杀的人上来之后 那些人可不会给你马斯克面子 因为你如果玩的游戏不玩的话呢 肯定是玩不动的 是吧 你玩的话呢 你肯定是玩不动 那你横竖的话呢 你都玩不动 那你这游戏的话呢 你怎么玩 对吧 这个游戏的话呢 不是说开玩笑的 所以未来的形势啊 未来的趋势啊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说 不是说呢 胖子一说就中吹中必赢 讲这个话 对吧 这个没办法 形势比人强 对吧 其实这个局面已经明朗了 你没有中国的话呢 你过不了这关 对吧 你有中国的话呢 你就得对中国服软 那你到底是对中国服软呢 还是怎么说 可是你别忘了 你如果对中国服软 你对外国服软 你对外国服软的话 你怎么说 对吧 那你就不是强人了 对不对 所以说白了呢 很多人说胖子不对 人家是完全执政 是吧 所以说白了 人家说几年之内随便想干嘛就干嘛 对不起 不对的 知道吗 每年 美国呢 要有中期考试 期中考试 对吧 第一年你随便玩 怎么都可以 但是到了第二年的话 你要两院重新改选 知道吧 那起码众议院你要重新来 那如果给你变成你失去了一院的话 那中期选举你输了 你失去一院的话 那你就变成了什么 你就变成了跛脚的 那当然跛脚了之后呢 当然反而是随便了 想怎么干怎么干了 对吧 无所谓 所以川普的时间只有一年 你只有在一年的时间之内呢 证明你的神迹 那你想要自己的玩好了的话 头三个月 这新冠上任三把火必须要烧好 那你想烧好这三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跟中国发狠 但问题就是马斯克不能跟中国发狠 未来他机器人离不开中国 我跟你这么讲啊 现在这个你看见了啊 这个语术科技的话呢 已经打响了这个第一枪 是吧 他说这个记忆人 人型记忆人九万九 对吧 特斯拉的cybertruck的话呢 说是两万到三万 对吧 你就算是两万美元的话就十四万 如果两万五的话呢 那多少钱啊 是不是 你自己算一算啊 这就十七万五 对吧 如果外国的进来了没准还要加关税 对不对 你对我加关税 我对你也加关税 那可能十八万 对吧 一个卖九万九 一个卖十八万 对吧 我买两个 换你一个 当然你可以说了 人家cybertruck厉害 cybertruck再厉害 是吧 这个环境 培养这个地方的环境在谁手里 是吧 在我手里 那我第一代是不OK的 第二代就OK了 对吧 就跟电动车似的 电动车现在我说句不好听的 特斯拉有优势吗 要速度 要充电 要各种东西 它有优势吗 可能优势不那么大吧 是吧 咱实话是说 我不能说完全彩色色拉 说它一点优势也没有 起码它现在的优势不像之前那么大了 这是实话吧 你要说这你都不承认 你说不 人家全是优势 是吧 中国没有一丁点优势 那看销量了 对不对 到底谁买的多 谁买的少了 比阿迪卖了多少 当然你可以说利润率的事 对吧 当然对不起啊 到机器人这块的话 咱们就同步一起走咯 而且语术科技 他们走的并不慢啊 他们一开场就是九万九 你多少钱 对吧 你一开场就是两万 对不对 那你的这个聚光灯效应的话怎么玩 而且将来关税战这边你怎么弄 对吧 你到底玩还不玩 你想跟中国玩 那么你就是美国人的敌人 为什么呢 你不能说他们 你又 就这么讲啊 你又做着效率美元会 又裁着美国的人 又约束着美国的这些人 不让他们有形成效率 而且又要跟中国合作 那他们怎么看你呢 他到时候可能会认为你是美奸 因为你会让出利润给中国 让出利益给中国 这个东西你怎么玩 你玩不了啊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 马斯克真正的对手 他真正的敌人马上就该出现了 为什么我跟你讲呢 到时候他们玩不了这游戏呢 现在是谁在捧红脖子 啊 谁在捧马斯克 是红脖子在捧马斯克 对吧 马斯克搞大勒凑什么的 会玩这游戏 对吧 那这个游戏的话 他们现在是疯狂的支持 对不对 那我问你啊 一旦搞出机器人来了 你觉得美国工会还会支持你吗 美国的普通的红脖子工人会支持你吗 机器人来了 他们会支持你吗 那个时候 对吧 这个美国特朗普都照不住你了 对不对 你是打压所有美国工人的人 到时候共和党不会支持你 民主党不会支持你 都不会支持你 谁支持你 对吧 所以他们之间还能蜜月期维持多久 我说句实在话呢 维持得越久呢 对斯兰普呢 对马斯克这人来说越伤 为什么呢 因为让你得罪人嘛 你当然你说了 他不怕得罪人 对吧 怕不怕得罪人呢 看他说 你这么讲 前有狼后有虎 对不对 如果他不支持 支持川普 民主党不放过他 他问题是支持了民主党 对吧 支持了共和党 支持了川普的话 他也就只有四年多 对吧 你别忘了阿富汗的名言哟 您有手表 我没有时间 而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美国不搞新能源 美国就只搞旧能源的话 知道吧 那新能源这场战争的话 中国就必胜无疑 中国在这场新能源战争当中胜了的话 中国去完行这个转型升级 中国将来做机器人没有任何问题 做机器人没有问题 高自动化没有问题 解决电的问题没有问题 中国一旦让中国进到了高自动化这个时代 那对不起 美国就再建了 对吧 美国没有资格跟中国撑 这就这么绝对 讲的就这么直接 为什么 我这边的生产力比现在还大 对吧 我生产成本比现在还低 我生产能力比现在还高 你拿什么阻止我 对不对 你到那个时候 比如说十年之后 有没有美国的报酬 对吧 你要知道 美国一年大概欠三万亿左右 如果特朗普这么玩 每年可就四万个五 当然息降得下来吗 通胀这么高 降得下来息吗 而且我跟你讲啊 最后它最恐怖的时候是什么 是明明呢 该降息了降不了 该涨息 完了呢 债界了无数 那个时候就该变成高利贷了 对吧 什么叫高利贷 利息高 负债高 叫高利贷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的话 它能涨到多少 到时候五十万亿 涨到百分之十 就是五万亿 五万亿的话 直接国家破产了 我跟你说不用五万亿就破产 三万亿就不行 两万亿就活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你要跟你讲这概念吗 加到百分之二 就多少钱 对不对 你就看了很清楚 所以说白了呢 真的不是说胖子一说吹啊黑啊 我告诉你 日本它能变成大号的日本 还是美国的福分呢 知道吗 日本还能拖呢 日本一拖 从安倍的三支舰拖到这儿拖了多少年 对吧 拖了得有七八年吧 对不对 他能拖了这么多年吗 外边的人 多少人喊韩大海啥呢 对着他 他西亚不顾了吗 中亚不顾了吗 西亚不顾了 东欧不顾了吗 都不顾了吗 外边都不顾 真的不顾了吗 外边给他惹事的人多了 知道吗 到时候逼着他出来来认定 必须得让他负责的人多了 他想卸这担子就能卸吗 你就记住了 他再一次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的话 那么新能源就跟他说再见了 新能源说再见 玩老能源的话 他就只顾现在不顾将来 那这个人的话呢 破坏了美国新能源的发展 将来影响的是他高速动化 影响到了高速动化 完了之后只为他自己 你说这个人是什么人 这个人对美国是真的好吗 对吧 真好假好呢 反正已经选了 咱就不必多说了 到底是选择哈里斯好呢 还是选择他好 咱们也就不用多说了 为什么呢 骑驴看账本 走着瞧了 而且呢 一旦呢 选出来了那些 非要跟中国极端对抗呢 然后让马斯克商来怎么玩 他是玩电动车呢 还是玩机器人 你得开中国 到时候你慢慢看了 都是好事嘛 对吧 要不然去火星 斯贝艾斯倒是不用中国 去火星吧 好吧 这一节先到这 看下一节内容啊 那这一节啊 咱们讲硬事儿哈 现在冯德莱恩表示啊 说欧盟啊 会考虑用美国液化天然气取代俄罗斯供应啊 那你说这多好啊 是吧 这样一来的话呢 不就好像 这个俄国要完蛋了吗 那你想这么一个问题啊 咱们想两个点 第一个问题是俄国要完蛋了 对吧 那俄国要怎么做 第二个问题是俄乌战争还能不能停得了 所以你冯德莱恩是什么人 你是美国的代言人 那现在说白了呢 你的代言人在干嘛 其实说白了呢 他的代言人啊 正在给特朗普示好 就是冯德莱恩呢 正在暗送秋波 是吧 秋天的博菜嘛 希望呢 这个特朗普呢 能爱他 因为不能把他抛弃了 知道吧 所以我用欧盟的手段 强迫着欧洲国家必须使用美国的天然气 对吧 他们有便宜的俄国的天然气不用 他们非逼着他们用这个什么 对吧 用这个美国的天然气 所以那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 那那管道连炸都不用炸了 苏甲的管道都不用炸了 因为那人不用了 如果逼着这些欧洲国家不用了 首先欧洲的通胀一定要涨 欧洲的通胀涨了 是吧 那么欧洲它这个在 跃升载道 是吧 对于这些右翼的崛起 那是更有帮助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是非常现实的东西 对吧 就是这个游戏怎么玩 说这个游戏到底玩下去之后的话 要怎么玩 对吧 你想一想这个道理啊 咱们就讲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道理啊 这个游戏接下来它要怎么玩 那它只能跟中国合作 所以它跟中国合作的话 那它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对吧 你没有能够拉得到它的点 那它完全跟中国合作了 它内部的这些本土派势力愿意吗 不愿意 那它本土派的势力不愿意的话 它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去西亚 所以你看起来呢 冯莱莱恩呢 是给这个川宝献礼的 但实际上呢 这场中东大战呢 反正很难避免 我说实话啊 当然你可以说啊 我就是又是吹 是吧 中吹中必赢 反正有一点你看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天然气真的不用了 那么将来用美国的两个危害 第一个危害是什么 是这个本身价格上哪了 对吧 第二个危害是什么 是发电怎么说 电可能会变得更贵 电更贵的话呢 汽车就更难 新能源电车越难 知道吧 那么将来什么越有问题越大 它就越离不开中国 那它如果离开了中国 它彻底不玩电动车了 它觉得电动车这东西没用了 是吧 我不玩了 我重回油车 那将来什么结果 它们就全完了 知道吧 所以我跟你讲 新能源呢 分成两环 一环是发电 一环是用电 那将来的话呢 中国在发电用电当中的话呢 全能占到便宜 全都能发展的话 那么将来是什么结果 对不起 知道吧 将来的结果呢 就是我独赢呗 对吧 就好像大家都在这升本 都在这往三本升 对吧 你们都 大家都是二本 你们不升本了 突然把升本取消了 对不起 我继续升本 我只要把本升上 我只要把本升完了 你们就全完了 所以那你说你能不能阻止我升本呢 不可能 因为你们的经济 遭成这种样子了 你怎么能够阻止 而且我跟你讲啊 中国还有举债的能力 是吧 中国的这个债的话 大概是60%左右 占机这块 还有往上举债的能力 还有空间还能往外洒 是吧 所以现在的话呢 你别着急 慢慢玩 这个空间放出来 将来跟亚非拉组成一个全新的这个联盟 是吧 全新的贸易的方向 是不是 将来我把我的贸易品全都输送到哪 输送到亚非拉 那么马上的话呢 中国就要去拉美那边开会了 对吧 去拉美那边开会的目的是什么 再提高拉美的这个贸易 如果再提高拉美的贸易的话呢 那么将来是什么结果 对吧 那将来的结果的话呢 就是要把中国和拉美的贸易呢 再往上提 再往上提 对吧 如果能够提到最终结果 能提到这个六七千亿 是吧 应该现在是四千亿左右吧 如果能提到六七千亿的话 将来对他的贸易就能多出 多卖出一两千亿 多卖出一两千亿的话 你想后边的发展怎么说 就不用多说了 就是东亚 东南亚这块 是吧 中国跟东南亚的贸易 现在是中国世界出口的第一 如果把拉美提起来的话 提起来的话 那拉美提来 那我跟他玩也OK 跟非洲里边不用多说 西亚也不用多说 是吧 中亚也不用多说 都可以玩 而且我告诉你哦 这个墨西哥将来的话会不会倒向中国 那都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墨西哥 是吧 你制裁墨西哥呀 你要知道这个非法移民这个问题 美国要对墨西哥争25%的税 而墨西哥的大量产品 要出口到美国 美国如果从墨西哥进口税 是吧 增加25%的话 那他国内要不要通账 对吧 那对于墨西哥来说的话呢 加不加打跟中国的合作 对不对 所以整个拉美的话呢 将来跟中国合作 那么中国都在这经济增长 所以问题就在这了 美国应该玩自己的美国金融环流 阻止中国快速把自己的环流往外扩 那为什么现在美国反而特朗普要玩大膨胀呢 要不要要玩这个大贸易战呢 要大打贸易战呢 这贸易战叫什么 叫勒索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 勒索别人 之所以能够勒索成功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勒索这个游戏可以玩 是因为你的对手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玩 那么你一勒索他 他不就只能接受你的结果了吗 对不对 另外我给你讲那道理吧 就说白了就是你玩的游戏 是吧 你选择那个方向 对吧 你咬他一口 他只能跟着你咬 他只能跟着你走 对不对 那只能跟着你走 最后到他结果 不就只能跟着你玩了吗 他除了跟你玩以外的话 他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那问题是 如果你的朋友有别的选择 那你东西怎么办呢 对吧 一旦他有别的选择 一旦他往别的选择 别的方向去走的时候 那你不就没选择了吗 明白 我给你讲的意思吧 所以说白了呢 美国的玩法是干嘛 他就要压别人 要别人让所有人 必须承认 他这个游戏是能玩得下去的 你只能跟着我这游戏玩 只要你不承认 不承认我就打你 不承认我就打你 对吧 给你打服了 打服了之后呢 你就按照我说的办 这个是美国的游戏玩法 但是问题是 这个玩法现在正在失效 到了一月 米莱就会跑到中国 对吧 那到时候的话呢 怎么说 所以亚非拉 如果都在跟中国玩 都在中国跟他扩大贸易 对不对 那将来都是人民币计价的 那一旦人民币计价 这个游戏玩了 你穿宝上来之后的话 会加速 我讲过 为什么是哈里斯呢 因为哈里斯上来之后 他会装 别人也会装 大家都装 为什么别人要给哈里斯面子 不是给哈里斯面子 知道吧 是拿着哈里斯的面子 反过来去咬中国 这个道理呢 就跟谁是一样的呢 就跟澳大利亚是一样的 你看为什么澳大利亚之前 就最开始的时候 中澳关系 中加关系 都特别好 对吧 那个弄得跟亲人似的 澳大利亚一说 就感觉这是咱们一个 友好的国家 对吧 为什么突然莫里森 他们上来了 为什么他有翻转 他们过去跟中国好 他不是为了跟中国好 或者说不仅为了跟中国好 他还有一个他的目的 他要干嘛呢 他要跟美国人叫价 说白了呢 就是美国人这事 是吧 怎么看 我踏踏踏踏踏的 我要叫这个价 我通过叫这个价 来玩这个游戏 最后呢 大家能玩得下去 你会这意思吧 所以我通过叫价的 真正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寻价 寻完了价之后 让美国人给我更多的好处 说白了 什么意思 就是一哭二闹 三上吊 美国一看 呀你别哭了 别哭了 他说给你吧给你吧 就咬到了 那为什么现在反过来了 是吧 突然之间又跟中国死磕了 为什么 因为他真真正正 影响到他的内部了 对吧 什么意思 如果再不选择 跟中国死磕一把的话 那这些人就真跟中国人好 那一旦真跟中国人好的话 那他肯定就承受不了了 对吧 他承受不了 最后造成的结果 什么结果 那不就是离也就好的结果 对吧 那所以说完了 离也就好的结果 这游戏怎么玩 对吧 那这游戏你就看了 就非常非常清楚 玩的也是非常非常明确 对吧 所以呢 这游戏他就玩不下去了 所以呢 那你再反过来看 拉美这块游戏也是一样的 你压这些人 这些人会不会听你的 那关键就要看 你在游戏里 你有没有能够让他们 逼着他们听你的这个手段 如果你有 他们就会听你的 如果你没有 他们就不会听你的 所以问题就是 你在这边疯狂的压他们 中国在这疯狂的发展 这些人的关系 那他就不会听你的了 明白吧 为什么他不听你的了 因为我没必要啊 我是借着你跟中国谈价 你现在不但不帮我 反而要打我 要收我的关税 那我就不帮你了 我就跟中国走了 对不对 说句不好听的 我墨西哥卖产品 我卖给你也是卖 我卖给中国也是卖 对拉美来说 不都是这样吗 对吧 我这个李矿石 我卖你也是卖 卖中国也是卖 卖粮食 卖你也是卖 卖中国也是卖 对吧 这马上就过年了 这车里子卖给谁去 是卖给你 还是卖给这个中国 对不对 将来的大樱头 什么八单木 是不是 这些玩意儿 将来这些东西 卖给谁去 对吧 牛肉牛奶 是吧 牛肉干 牛肉制品 这些东西卖给谁去 粮食 大豆 玉米 没有吧 而且这一次 一旦中美关键战打起来 美国的粮食 美国的农民一定受害 为什么 那个时候中国 就会彻底的往拉美投资 而且你一定要记住 未来即将从主动贸易 变成需求贸易 是吧 什么叫主动贸易 主动贸易 就是我要粮 你有粮 你粮好 我买你粮 这个叫主动贸易 什么叫需求贸易 你的粮 你的大豆 没有美国的好 但是呢 我买你的大豆呢 你买我的机器 对吧 你种地的话呢 需要农机 需要仓储 需要运输 对吧 需要港口 港口 这些东西 我呢 这个买你的粮 通过买你的粮呢 卖你东西 卖你东西 你赚了钱 完了 你买我的汽车 说白了就是 我通过卖给你 买你的粮 所以我把你整个社会激活 激活了你这个社会之后 咱们的贸易就涨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一边呢 在拼命的内斗 另外一边的话呢 拼命的发展你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把它置换成你 对吧 我就跟美国出带见 而且现在买大豆 买玉米 好多东西都是在那边买 买美国东西 本来就少了 中美贸易本来就降低了 中美贸易一直在降低 知道吧 那么接下来 如果这个游戏再往下玩的话 如果你收了这60%关税的话 那么逼着所有的这些中国商人 他们都看明白了 是吧 你绝对不会跟我好了了 那对不起 我就找拉美 找亚非拉 开拓新市场 那么这场关税战呢 就要问你 你到底是打快战 还是打慢战 如果你打的是快战 是吧 那这个东西呢 谈完了可能还能好 如果你打的是慢战的话 那对不起 我以后我的贸易结构要换了 对吧 说白了 我以后我多 多开发什么拉美的客户 我多开发非洲的客户 美国可能我就失望了 失望了 我就只能爽别的地方 那么别的地方起来了 我怎么样 我跟他们玩 对吧 你说你跟秘鲁玩 那叫天方夜谈 对不对 对 过去对 现在不对 为什么 秘鲁前海港一出来 三年一个港口起来了 那么秘鲁的所有的产品 能够通过港口直接往中国这运了 然后你运输团队这块 你也卡不住我 为什么 我有船 造船业在我手里 对吧 基建在我手里 创造需求的能力都在我手里 那我就买秘鲁的农产品 买他的农产品 买他的矿 那那些国家 铜矿铁矿 是吧 什么铝矿 稀有金属 是吧 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矿 有的是 买他的矿 买他的产品 他买咱们的东西 双方一坐一起来 你美国说再见 是吧 你别看你挨着美国进 将来不是你的后院了 这还要打加拿大 还要打墨西哥 是吧 到时候加拿大墨西哥 特鲁多支撑不住了 给特鲁多换下去 对吧 如果特鲁多这边的人还能上 还能跟中国死喝 还好 如果人家不忍了 是吧 就跟英国似的 人家也趴机掉头了 掉头了跟中国走了 知道吧 那最后造成的结果 什么结果呢 就是打一抢之 知道吧 你身边的人都走了 你孤家寡人 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 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呢 他们为什么 还需要你美国呢 他们需要你美国的强大 然后跟中国叫这一口酱 大家如果你现在没有了 对不起 再见 好吧 那今天的一集呢 就得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